女子为讨好丈夫,惊吓狠心使用人肉饺子,简直是丧心病狂本集里各大的电影《饺子》。 天气正好李太太身穿名牌服装,乘着出租车来到一栋破旧的楼房。 她缓缓走上楼,敲响梅姨家的门。 李太太道听途说得知梅姨下厨房做的饺子,可以让人拥抱青春,找回以前的模样,于是前来拜访。 梅姨先是让李太太稍坐一会儿,随后便到厨房忙活起来,先是处理好面粉,然后将馅包在里头。 最后放下锅煮熟,不一会儿,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出锅了。 起初李太太就不太敢尝试,但在梅姨的圈位下,她还是皱着眉头吃了下去。 梅姨告诉李太太所谓的高档护肤品和化妆品根本起不了任何的作用,女人想要变得漂亮,唯一的办法就是回春补身,由内而外,皮肤才能变得经营剔透。 李太太正吃着饺子,梅姨突然站起来宰割再舞,气氛显得有些诡异。 吃完饺子回到家,李太太透过窗户,看见老公正跟一个白腿妹调情,可她并没有责怪。 李太太认为是自己不够年轻漂亮,吸引不到老公的注意。 另一边梅姨来到医院拿货,原来她下厨做的那些饺子,里面包的馅其实是婴儿胎盘。 梅姨拿到货后,李太太又上面来吃饺子。 她迫切想抓住老公的心,便为梅姨是否有极品货。 梅姨说道,五六个月的胎儿效用最好而且相当漂亮,可惜不容易搞到手。 李太太只好先吃着一般的货。 与此同时,李先生正跟白腿妹做着剧烈运动,两个人大汗淋漓,好不痛快。 这天李太太又一次来到了梅姨家吃饺子,可她前脚刚离开,一对母女就找上门来。 妇女开始向梅姨说明情况,她的女儿阿琪遭到肌肤现亲,大概是没做安全措施,结果怀上了孩子。 妇女不想女儿生下孽种,便恳求梅姨帮忙打掉孩子。 梅姨摸了摸阿琪的肚子,猜测运气有五个月,一般这个阶段,孩子已经扎根落户,不能硬拔出来,因涉及人命,梅姨不敢接活。 可面对妇女的极力恳求,梅姨也不好推脱,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 一番娴熟的操作下,梅姨拿掉了阿琪肚中的孩子。 送走这对母女后,梅姨便下厨给李太太做了一顿新鲜的蒸饺,只见饺子白里头红,毕竟里头装着五个月婴儿的胎盘,可谓是上等的极品货。 最后一个饺子下口,李太太感到回味无穷,嘴边浮现出一丝浅叫。 则在这时,她接到来自老公的电话,原来李先生不小心把腿摔断了。 接到电话后,李太太快马加鞭,赶到老公身边。 她身上的味道令李先生幸运大发,即使伤了一条腿,做人也要及时行了。 夫妻俩就在床上做起激烈的运动。 在母亲的搀扶下,阿琪走下公交车,可没过多久,就晕倒在了马路上,下半身满是鲜血。 这天,一群贵妇来到李太太家里做客,大家正吃着饭,却意外闻到一股腥味。 李太太动用灵敏的鼻子,立马察觉到不对劲,这股味道好像是从自己身上发出来的。 李太太立马回到房间泡澡,并打电话质问梅姨,而梅姨刺安慰李太太,等到明早醒来,一切就会变好的。 可李太太却仍是心有余悸,可令她没有料到的是,老公就站在浴室外边,还碰巧听到两人的对话。 抱着好奇的心态,李先生深夜拜访梅姨,想要亲自品尝这传说中的饺子到底有多好吃。 可完了,饺子还没吃完,李先生就惊受不住梅姨的挑逗,立马脱下对方的裤子,开展一场猛烈的攻势。 当得知梅姨已有60多岁时,李先生有些震惊,停止下半身的动作,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接着李太太打来电话,她想再吃一顿梅姨的饺子,可这一次,梅姨不再搭理李太太,反倒将她拒之门外。 后来李太太在理发店找到梅姨,但就算她再三恳求,梅姨都不愿再做。 阿琪死去后,伤心欲绝的妇女回到家将禽兽丈夫砍得满身湿血,这宗命案引起警察的注意,不想惹上麻烦的梅姨只好收拾行李走人。 不久后,白腿妹怀上了李先生的孩子,这件事也被李太太发现,两人坐在咖啡厅里谈判,李太太不求别的,只要白腿妹肚中了婴儿,而且还出钱请医生帮她打掉。 同时李太太还承诺给白腿妹一笔钱,渐渐眼看着白腿妹二话不说,一口答应。 最后李太太打算亲自动手,用白腿妹打掉的孩子,做成一顿美味可口的饺子。 贪婪迫使人性失控,扭曲的良心令人作呕,骨子里变得小懒,共同沉沦在情欲的海洋,释放被封印在胸口的野兽,撕咬白嫩的肌肤。 人畏惧孤独感带来的不安,才会渴望碍遇,直至身体逐渐麻木,否则这份欲望永远无法停止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我是李哥,愿做登场。